无人坐在摩天大楼楼顶 戴好面具 忽然把一个包裹扔下去 包裹到达38层 正好撞碎银行的剥裂 无人也跳了下去 还一边兴奋的大叫 在绳索的加持下 他们也来到38层 进入了银行 他们把包裹打开 好家伙 竟然是银行的行长 行长都吓尿了 赶紧给他们打开金库门 看着满屋子几亿的现金 几个人高兴的罚狂 其他人开始装钱 劫匪的首领阿祖 竟然让行长打电话报警 行长以为听错了 什么叫警察来 对赶紧的快报警 十分钟后警察来了 这阿祖胆子太大了 他站在路中央 看到大批的警察赶来 劫匪开始他们的狩猎行动 对着警车一阵射击 还在第一的警车瞬间打爆 劫匪看到后 嚣张的欢呼 警察的后军部队赶来开始反击 劫匪丝毫不慌 开启了强硬的火力压制 在强大的装备面前 警车被打成了马蜂锅 警察一个一个被打中 阿祖却用相机记录警察倒下的一刻 四个五个六个 这些都是我打中的 警察警戒护全军覆没 五个劫匪站在路中央庆祝 这时组长带领小队赶来 劫匪们玩够了 随便开了几枪就跑进了小巷 逃跑中 女劫匪不小心掉了钱袋 返回去捡持 却被组长用枪抵住脑袋 组长不先逮捕女劫匪 却想先看看面具之下的绝世容颜 那是白看的吗 身后的阿祖开枪 打中了另一个警察 女劫匪趁机得过手枪 对着组长开枪 愤怒的组长举枪反击 可那些劫匪已经不见踪影 其实这劫匪五人 其中的四个都是富二代 阿祖的爸爸更厉害 是总警司 他们根本不缺钱 抢架就是为了寻求刺激 回到基地后 几人开始分钱 打中警察有20分 打爆警车有10分 一分就是100万 几人分钱的时候 身后的电视里 警长龙哥发表言论 表示只用三小时 就能把犯罪五人组 进打归案 龙哥在警队 是神一般的存在 没有他破不了的案子 龙哥假扮摄影师 三秒致负劫匪 直接把劫匪的手雷 丢在下去井里 他培养的反恐精英九人组 打击犯罪更是索相批尼 龙哥接到线报 带着反恐精英九人组 来到阿祖他们的老巢 分兵两队 A队先看守 B队跟着龙哥伸入 几个人刚打开门 就看到有人闪过 龙哥马上开枪射击 走上前一看 是个假人 留两个人在原地待命 剩下的人跟着龙哥继续走 殊不知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五人组严密见识 他们切断龙哥的通信 看守的两人 身上出现红点 两声敲敲后 龙哥返回查看 现场只剩学界 队员不见了 三个队员接着往前 突然看到 前方有人 一个队员追上去 被劫匪拽进屋内 就在他想拿枪的时候 被劫匪打中了胳膊 门外两个同伴 也被无情击中 一名队员 被绳索勒住脖子 掉了起来 第二个掉进陷阱里 第三个被乱枪击中 只剩龙哥和他的队员小舅子 劫匪故意现身 行小舅子视线 趁机将他拖走 龙哥孤军奋战 他来到一个满是投屏的房间 屏幕播放的都是 队员中招的画面 龙哥击发子弹打中屏幕 一个飞升来到外面 上了二楼 却看到他 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画面 九个队友 全部被吊在办公中 犯罪无人组献身 尽情嘲笑现在的龙哥 阿祖上前 表示要和龙哥玩游戏 独注就是身后队员的命 要是不玩 这就是下场 龙哥没得选 只能应战 第一局 比谁组装手枪的速度快 杜注是两名队员 比赛开始 两人速度不相上架 但身后的小舅子 传来求救生 龙哥分心了 比阿祖慢0.5秒 龙哥输了 两名反恐队员 被强行自由落体 龙哥很伤心 第二局和黄毛比赛搏击 双方在20秒内 是先打趴对方去算赢 杜注通常是两名队员 龙哥身为警队的搏击教练 打斗是他的强将 谁料啊 黄毛实力也不低 竟然和龙哥打得不相上架 对打30回合 没有分出胜负 龙哥不小心 踩到地上队友 黄毛凌空飞起 龙哥被踹倒在地 第二局他又输了 两名反恐队员 又被争了下去 龙哥要崩溃了 为了队友 给阿祖磕头认错 求你放了他们吧 阿祖猖狂大笑 你不是说 三小时抓到我们吗 现在怎么认从了 黄毛又给龙哥一次机会 还是自由搏击 龙哥拼了 读上剩下所有队员 黄毛来了兴趣 好啊 就赌四个 龙哥一改上次的状态 这次出手更狠 全阵往对方私立打 连踢四脚旋风脚 上针截击拳管上 被黄毛扎住胳膊 反手一个后攻翻逃离 跳起来两米高 把黄毛踹倒 这局龙哥赢了 但阿祖却表示 你超时了三秒钟 一秒一个人头 又有三个队员 落地成河 现在只剩小舅子 龙哥气得朝他们开枪 劫匪身手敏捷 全部躲过 龙哥已经崩溃了 都怪自己 太小看这帮劫匪了 阿祖丧情病狂 在绳子上点火 要烧死小舅子 眼看火苗烧断绳子 龙哥爬上二楼 直接跳到绳子上 用手灭火 可绳子也断了 两人都被吊在办公中 犯罪无人组 骑车离开 临走前 阿祖按下炸弹开关 龙哥和小舅子 双双掉了下来 炸弹马上就爆炸了 龙哥退来小车一看 所有的队员都没了动静 龙哥推着队友往外狂奔 一不小心 一个队友掉下来 小车停下 没走几步 又一个队友掉下来 此时 距离爆炸今剩五秒钟 龙哥把两个队友拉上车 炸弹已经开始爆炸 龙哥在火光中 推着队友往外走 炸弹过后 就个队员全部牺牲 龙哥只抢救回 他们冰冷的遗体 经过这件事 龙哥一蹶不振 整日只知道喝酒 小舅子的死 让他无言面对女友 龙哥昏昏噩噩 过了一年 他喝醉酒 遇到了小峰 小峰自称是 警队派给他的新搭档 把他带回家 给他打扫干净卫生 还让龙哥见到女朋友 在回家路上遇到抢劫犯 小峰一个人去抓贼 让龙哥逐猛出行 龙哥反手制服了抢劫犯 两人决定 合力把犯罪无人组 抓捕归案 给死去的队友一个交代 首领阿佐 从小被警察父亲打骂 父亲在外面是正义的华身 在家居是恶魔 还用手铐靠住阿佐 阿佐对警察恨之路骨 拿着枪 对着警察模特 一阵吐吐吐 发誓要把所有的警察都干掉 第一个要干掉的 就是龙哥 龙哥调查经过发现 女劫匪逃跑的时候 身上的钱袋子没了 找到当时在场的组长 组长拿出一只手表 表示这是自己唯一知道的 顺着手表调查 两人来到生猫中心的天台 发现了极限运动爱好者 组长来指 一眼看到角落里的女劫匪 慢慢走上前 就在这时 红毛骑着单车 凌空飞起 朝组长开枪 所有人乱作一团 女劫匪呢 趁机队助长补枪 却反被小峰开枪击中 只剩一口气的组长 告诉龙哥 当初那袋钱 是自己私吞了 阿佐发现后 只能被迫把行动透露给他们 这才导致 反恐惊九名队员牺牲 得知真相的龙哥 顾不上悲伤 马上去追红毛 龙哥用手铐挂住绳索去追 小峰也用钢管塑匠 家族开车接走 龙哥和小峰一路追击 跟着红毛来到海边 眼见红毛就要被抓 危急关头 红毛开枪打中巴士的司机 巴士陷入混乱 龙哥只好放弃红毛 转身去救巴士上的乘客 龙哥好不容易进入车里 巴士却要驶向大海 龙哥猛踩刹车 强大的关系 让巴士停不下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 小峰开着货车 都在巴士前面 连任带车被撞进大海 巴士也终于停了下来 好在小峰安忍无事 女劫匪受伤太重 阿祖一枪送走了女劫匪 这次一定要让龙哥血债血偿 阿祖找到龙哥女友 送给他一个水瓶炸弹 只要稍微倾斜或者震荡 就会立刻爆炸 龙哥赶来 看到炸弹 立马出散所有人 在小峰的帮助下 把女友转移到保险库 龙哥出来找冷冻喷雾 女友不想连累大家 拿起剪刀剪断电线 龙哥的时候拼命往回跑 幸运的是 炸弹没有爆炸 在女友起身的时候 身后的线丝再次启动炸弹 龙哥抓着女友向外狂奔 时间归零 炸弹引爆 女友重伤被送进了ICU 龙哥也被送到警局 阿祖带着手下和律师上门挑衅 我今晚还要抢劫 有本事你来抓我啊 警察也看不惯阿祖 故意掉下劳门钥匙 龙哥和小峰两人越狱出来 却一个不小心 提翻垃圾桶 场面顿时尴尬了 警员们都假装看不见两人 就连警长都主动把自己的手枪 给了龙哥 阿祖带人再次抢劫银行 还是一样的流程 抢劫完就报警 看着楼下这么多路人 阿祖开心坏了 看来今天有的玩了 但龙哥不会让他们如愿 悄悄把所有路人都撤离 还叫来劫匪的爸妈 其中一个劫匪 看到父母 撂担子不干了 想跑 被阿祖一枪解决 听到枪声 现场变得混乱 阿祖一行 对龙哥和小峰 这次谁能赢得胜利呢 小峰率先遇上红毛 抢过对方的手枪 一枪击中红毛的小鸟 龙哥跑到室内游乐场 再次和黄毛展开搏击 上次没有打完 我们继续 龙哥抓住黄毛背包 转大个十圈 黄毛争夺开来 背包里的钱洒落一地 黄毛摘下面具 跨成小陀罗 连续两个旋风飞踢 两人都倒地 站起来接着打 编手拳对龙哥也没用 黄毛使出铁头弓 都被龙哥按下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就在两人缠斗时 小峰冲了进来 阿祖紧追不舍 举枪就是一阵扫射 本案中不幸打中了黄毛 小峰车篮跑了出去 阿祖换上手枪 继续追他 就在这时 外面的警察来了 龙哥表示自己人 并让警察先叫救火车 救黄毛 原本打算开黑枪的黄毛 听到这些暖心的话 放下手枪 速手就擒 龙哥继续追到天台 小峰被阿祖抓到 拴着绳子扔了下去 命悬一线 阿祖威胁龙哥 再和他玩一次阻枪 救赌小峰的命 龙哥答应了 上次失败的场景 龙哥还深深刻在脑海里 这次一定不能输 龙哥不走寻常路 这次呢 他没有装弹夹 就直接举枪 对准阿祖 阿祖输了 同时 大逼的警察 包围了这里 阿祖的爸爸 从警司也来了 看到爸爸 阿祖卸掉手枪里的子弹 把弓枪对准爸爸 龙哥赶紧大喊 别开枪 他没有子弹 话还没有说完 阿祖被举举手 射中了心脏 阿祖从天台掉下去 龙哥成功抓住了绳子 救下了小峰 回到警局 龙哥和女友求婚成功 看到这一幕的小峰 把外套留下 离开了 原来小峰根本不是警察 年幼的小峰 跟随爸爸500 到处击套 爸爸从超市里偷东西 出门却被客串的陈玉讯装飞 龙哥走来 把外套盖在爸爸身上 就是这件外套 让小峰系了这么多年 同样是这件外套 把失忆的龙哥 拉回了正途 续续他的正义之路 本篇完 本篇叫新警察故事 本期问题 你喜欢演员成龙吗 喜欢的勾三一 不喜欢勾三二 保持综合三个三 本篇全程高能 还是很好看的 另一面的明星超级多 推荐大家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那种就要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